哇塞 这大块 哇塞 今天的靶子肉过于丰盛了 没错 我来济南了 就是为了吃靶子肉 这家是济南连锁品牌 但是我比较想吃这家 看到这些我就觉得异常的兴奋 这是毯子肉 这是靶子肉 这是猪排骨 看一下菜单 哇塞 我们的午餐有点多 今天的靶子肉过于丰盛了 我来给大家报个菜名 猪皮原味靶子肉 大丸子 香辣靶子肉 盘龙肉 卷尖 面筋塞肉 虎皮蛋 糖醋蛋和糖醋辣椒 还有一个弹子肉 大米饭 耶 我觉得这个盘龙肉应该会很好吃 因为它比靶子肉还要厚 更厚更长 轻轻一加 是不是很软辣 正就把这碗大米饭都吃了 比我近一点 我们要炫肉了 入口的第一盒就是烂和 然后你炸油 有那种酱香味 还感觉有那个比较重的卤料味 不辣 它可能跟原味把的肉是一个汤吗 就是这种五花三层的肉 真不错 然后原味的把的肉你吃过 是这个辣的 它那个锅里面有不少的辣椒 这边有一个头头 你们就给它 直接可以给它搞开 哇塞 就能吃出它的辣味了 但没有很辣吧 估计也就是虫菜火锅的 一百分之一的辣度 好辣味 尤其是肥肉的部分 玉米鸡花 米饭 我给你浇汤 我真应该把我家的炒菜勺拿来吃饭 好香啊 还有这个辣椒 它是糖醋的 你看 它这汁是有点黏的 它真有一点就糖醋里面那个汁的味儿 两块钱一顿 盘子肉 这是整块 看看这五花三层 这大块 这个灰厚就有点甜 这个蚕子肉的汁好吃 甜味稍重 然后感觉那个油也稍微大一点 好爽 还尝个面筋碎肉 这个巨细汁 就是这个 中间像是一个肉丸子 然后洗了肉汤 那个面筋还有点油油的 真的是要吃米饭 还有一个肉皮 它这个肉皮就直接就是卷成肉皮卷 肉皮 肉皮它相对来讲味儿会更重一点 可能因为 就是泡的时间长还是怎么着 因为它薄嘛比较细味儿 比那个肉更入味儿 这个是卷尖 我猜它是豆皮的 豆皮卷肉吗 就是 豆皮卷肉 我这个肉馅儿有点淀粉感 相对来讲比较清淡 我觉得盘龙肉很爽 辣把子肉 盘子肉其实那味儿我是最喜欢的 感觉 虽然都是炖猪肉 但是它感觉炖 每一种肉都有不同的料 糖醋辣椒一定要点 给它揉一揉 我印象中应该米饭是不够 还可以在家来着 但是应该也够了 我喜欢盘子肉这个汁 因为它上头有一层油 你看到吗 可以再蓄点辣的 还有一个大丸子 其实还是能看到肉粒 感觉有点难以处碎的样子 我一盘子我股培的就不好 你搅着我股培的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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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吗 你搅着我股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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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吃 我一直以为 我只喜欢那种勾茄的汤 拌饭 果然 肉汤的魅力是无限的 这个叫糖醋蛋 跟那个辣椒是一个 这炸的 再一头 又甜又酸 嗯 嗯 我刚才买到 我刚才四下包吧 对 喜欢济南这种吃猪天汤 嗯 嗯 嗯 其实济南的小小伙伴给我推荐了好多家靶子肉 然后这家我这看它东西多 就是盘龙肉啊 盘子肉啊 辣的不辣的 猪皮都有 所以我再选这家 不过味道确实也挺不错的 还是最喜欢盘龙跟盘子 糖醋 糖醋好吃 然后楼下还有一些小炒什么的 你们就 自便吧 我爱济南靶子人 拜拜 拜拜 这么宝贵的男朋友 他希望打人 打人 打人很厉害 嗯 就不留啊 你小伙伴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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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家学还是看着烤的 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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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